我国和卡塔尔之间还有许多潜在的机会 加强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 哈利玛总统也在为卡塔尔国家元首 塔米姆举行的国宴上 重申了两国之间良好的双边关系 哈利玛总统在总统府设宴款待 到我国进行两天访问的卡塔尔国家元首 塔米姆 他在自持时指出 新卡高层联合委员会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石 促成双边28项协议的签署 内容涵盖商业 教育 安保和城市规划 总统也表示有信心 两国新完成的双边投资协议 将为双方制造更多贸易和投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教育 安保和城市规划